O冠真正的死亡之组诞生,原来是这一组,目前的C组基本形式如下,纳布勒斯6分,利物浦6分,阿里5分,红星4分,弹伦对阵,纳布勒斯VS红星,阿里VS4分。 纳布勒斯,出现形式一,红星,只要半场比赛首个平局,最好是11比11的比分,首回合主场赢比例纳布勒斯,无论巴黎和利物浦战过如何,红星只要最后一轮主场取胜,最后一轮主场的巴黎,写定出现,参考红星主场的战斗力和狂热气氛,以及纳布勒斯并不强大的攻击力,红星出现难度,并出现形式二。 巴黎,巴黎只要本轮已经胜一球以上比分主场击败利物浦,无论纳布勒斯本轮取得任何结果,只要最后一轮客场大平红星就可以出现。 假如巴黎本轮击败利物浦,而纳布勒斯和红星提平,那么巴黎提琴一轮出现,以利物浦凌弱的客场攻击力和巴黎强大的攻击群,利物浦奔场比赛凶多吉少。 巴黎出现难度,三出现形式三,利物浦,利物浦,无论本轮取得什么结果,无论纳布勒斯本轮取得任何结果,利物浦只要最后一轮主场,以一比零以上比分击败纳布勒斯净胜一球以上,利物浦铁定出现,利物浦出现难度,四出现形式四。 纳布勒斯,纳布勒斯想要出现需要具备两个潮件,一,半轮迎下红星,而巴黎如常不胜,则纳布勒斯提前一轮出现,二,阿里本轮迎球,无论纳布勒斯取得任何成绩,只要最后一轮客场无数利物浦一球以上,写定出现,所以纳布勒斯的命运并不在自己手中,即使本轮如常迎下红星,吉九分也没有用, 巴黎只要主场取胜利物浦,巴黎几分八分,最后一轮客场击败红星就可以出现,而接六分利物浦,最后一轮主场击败纳布勒斯,一比零以上比分,首回合零比一纳布勒斯,且定计掉纳布勒斯,纳布勒斯出现难度,七综合评比,巴黎只要本轮取胜,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,利物浦无论本轮赢或者输, 只要最后一轮主场击败纳布勒斯,铁定计掉纳布勒斯,命运也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,红星只要本轮首个平局,有进球的平局,最后一轮主场踢巴黎,依然有出现希望,纳布勒斯本轮取得任何成绩都要看巴黎的脸色,命运在别人手中,与纳布勒斯的攻击力,想赢红星没那么容易, 假设巴黎早造进球领先利物浦,纳布勒斯任何比分都没有意义,最终都要在最后一轮,客场和利物浦一直生死,纳布勒斯如果最终没有出现,那么责任一定在和巴黎的两场平局,两对各得两分。 而假设巴黎赢下利物浦,则是和利物浦两回合各得三分,前车之间游在眼前,去年的马静在死亡之组的前四轮拿到三场平局,最后两轮连射也没有连回烈士,道具出局去了欧连杯,现在死亡之组的纳布勒斯,前四轮纳布勒斯拿到三场平局,就问安盼慌不慌,各位球迷是不是看得有点猛,小组第一的出现权, 怎么还能握在别人手中,欧怪小组第一孔遭淘汰,其实一点都不复杂,今天夜里利物浦纳布勒斯双双获胜,就没有下一轮了,那么最后,你有什么想说的呢? 我是贝塔,欢迎各位球迷老爷的留言和讨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